我們今天這一課來講解關達芬奇的媒體面板 在這裡我們會講到 將素材添加至我們的媒體池 然後將我們的媒體做分類 然後運用至的媒體夾來做分類 還有如何創建我們的直剪輯 這是已經創建好的 這是已經創建好的 然後這是智能媒體夾的部分 那我們到項目管理器 右下角項目管理器打開 那我們新建一個項目 這裡設PASTE 點一 創建 創建好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媒體池的內容 它現在媒體池裡面沒有片段 我們可以看到它從媒體存儲添加片段 開始工作 這裡顯示我們點了所有的硬碟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去添加我們的素材媒體 在這裡我已經做好分類 在這裡有4K的素材 看到我們原數據這裡 422HQ 增率是23.976 然後媒體大小是4K 4096x2160 然後還有1080的素材 它的編碼是H.264 然後增率29.970 然後是1920x1080 MP3的素材 好 我們現在呢 要如何將我們的媒體添加至媒體池 按住滑鼠左鍵不放 拖拉進去 拖拉進去 那它出現片段的幀率 與當前項目的幀率不同 是否要更改時間線幀率跟視頻格式是兩者匹配 我們在這裡不更改 為什麼剛才會跳出這樣的視窗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檔號我們先叫它滴滴檔 移除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最右下角的項目設置的部分 項目設置的主設置部分 時間線分辨率是1920x1080 它是幀率24 視頻格式1080x24 所以它跟我們4K的素材並不符合 並不符合 它的幀率不符合 分辨率也不符合 所以它會跳出這個視窗 說幀率與雙目設置不同 所以是否要匹配 那如果你要匹配的話 是會更改我們時間線幀率 我們假如按更改 然後再來看 現在時間線改式已經變成23.976 它的分辨率還是1920x1080 因為我們沒有去做更改 但是它的時間線幀率已經變成23.976了 所以它會更改我們的時間線幀率 所以我們不更改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調整成 我們將幀率調整為29.97 讓它匹配我們1080的素材 視頻格式的部分 要注意一下 它有1080i跟1080p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選擇HD1080p 29.97 討論之後視頻衛生選擇8bit 因為我們的1080p素材的視頻衛生是8bit 然後選擇保存 那要如何將我們的素材匯入至媒體池裡面呢 我們可以選擇 按住滑鼠左鍵不放 直接拖拉至我們的媒體池 然後幀率的部分我們選擇不更改 1080p素材裡面一樣全選拖拉 MP3的部分一樣全選拖拉 那我們已經將我們的素材匯入至我們的媒體池了 那我們可以在左邊的地方去創建我們的分類資料夾 添加媒體夾 我這裡輸入4K 然後再來創建一個媒體夾 輸入1080p 然後再輸入 輸入MP3 現在呢可以將我們的素材去做分類 直接拖拉到我們創建的媒體獎裡面就可以了 拖拉進去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4K的部分 1080p 然後MP3 我們自己去做好了分類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按住滑鼠右鍵選擇顏色記號 然後去選擇你需要去為它添加的顏色分類 那如果我們要讓它全部顯示 全部一起顯示 我們可以按住Shift 選擇全部的資料夾 全部出現在媒體池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講解智能媒體夾的部分 在達分類裡面 做一些設定 讓媒體夾自動的去選擇 符合條件或是符合關鍵字的素材 它會自動去做分類 實際試一次看看 按住滑鼠右鍵 添加智能媒體夾 它會跳出創建智能媒體夾這個視窗 輸入4K23.976 這是我們4K媒體的真率跟分辨率 那我們來選擇真率好了 來選擇 那它有分成是跟不是 是 我們選擇23.976 可以看到媒體值的部分出現了 它的真率是23.976的4K素材 我們如果選擇不是 它會出現真率不是23.976的素材 所以我們選擇是 好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創建智能媒體夾 可以看到下方出現了 4K23.976的智能媒體夾 我們再來創建一個 添加智能媒體夾 那我們這裡選擇1080P 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 以分辨率和選擇 它一樣會有是和不是 我們選擇是 1080P的分辨率是1920 然後乘以1080 所以它會出現1080P素材 那我們一樣創建智能媒體夾 再來我們MP3的部分 我們一樣添加智能媒體夾 然後選擇MP3 可以選擇 格式 然後我們選擇包含MP3 用名點MP3 好 那所以它就會 中間一個MP3的智能媒體夾 那我們一樣 可以在智能媒體夾的地方做好分類 好那智能媒體夾的好處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素材非常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全部的素材 添加到媒體夾裡面 然後再以智能媒體夾 讓它自動去做選擇 我們就不用一個一個去做拖拉的動作 那智能媒體夾分類的部分 會做的比較快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收藏 它可以把我們最常用的資料夾 做一個收藏的動作 之後我們需要使用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做點擊 譬如說我將這個資料夾按住滑鼠右鍵 將文件夾添加到收藏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就會出現了 1080p 素材的資料夾 那以後呢 我們如果說常會用到的話 我們直接選擇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有一些音樂素材庫的話 我們也可以直接添加到這裡 那直接做收藏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來講解 優化媒體的部分 優化媒體的好處 是可以讓我們的電腦的負擔不要這麼大 那當我們播放一些高分辨率 例如4K、6K、8K之類的素材的時候 常常會有卡頓的情況 就是播放不夠順暢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使用優化媒體 這個是4K的素材 我們來播放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說明顯的會有點凱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顯示綠色的23.976 就是它目前播放是OK的 我們在一樣看過前面 可以看到它有時候會跳出紅色的部分 那有時候它如果真綠是跳紅色 然後可能只有四格五格 甚至一格兩格 4K影片素材會播放得非常的卡頓 那所以我們要去做優化媒體 優化媒體 優化媒體在我們項目設置 主設置 通話拉到下面 會看到優化媒體分辨率 因為是4K我們選擇1分之1 然後經過優化媒體的格式 我們選擇LV 性能廣傳 格式我們選擇LV 那我們要將這些4K影片 做優化媒體分辨 選取連選滑鼠右鍵 然後生成優化媒體文件 好 那達本期它就會自動生成優化媒體文件 那它目前已經生成優化媒體文件了 我們來做播放 可以看到播放就會變得很順暢 當然不會出現剛才一開始 開頭的紅色真綠 在媒體頁面呢 我們可以去創建我們的直剪輯 在達本期裡面呢 當我們的素材匯入達本期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片段 前面是非常晃的 那到中間的部分 我們做好調整之後 才會開始穩定 前面晃動的後面 不穩的後面 我們可以直接在媒體頁面 去做出點露點的標記 然後來創建直剪輯 例如說我要在這個地方 做露點 這個地方做出點 然後前面後面的部分 我不需要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這裡有標記露點 然後標記出點 我們可以選擇 標記露點 比如說到這裡做出點 那我只需要這一段的素材內容 在出點露點這條線上 按住滑鼠右鍵 然後會看到第一個 創建直剪輯 可以看到媒體子裡面 多出了一個片段 那它只會出現我們剛才 標記露點出點的部分 來看一下這一段素材 好 例如說這段素材 我也需要去做直剪輯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是選擇在這裡 選擇標記露點跟出點 我們可以直接按鍵盤上的I鍵 它直接會在時間線上 標記露點 出點的部分 我們可以按鍵盤上的I鍵 我們只需要這個部分 那我們一樣滑鼠右鍵 創建直剪輯 來看一下 所以它只會出現這個片段 好 這就是我們的創建直剪輯 所以我們可以在媒體介面這裡 將一些我們的素材做一些整理 然後再到我們的剪輯介面去做剪輯 在我們的剪輯介面裡面 也是可以創建指數材 所以這個部分 看你是需要在媒體裡面做 或是需要在剪輯裡面做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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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